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艾爾 我們現在打一下八月挑戰任務的 Extra One 那這邊的話呢 帶大家用黑金的家家老師來做一個通關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 以及取得方式還有作用我都有打在旁邊喔 如果說還有疑惑沒有看清楚的話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來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我們開地獄家家 然後我們開家家的飢餓點水 那記得喔 左邊的開飢餓 那就是右邊的開飢餓 反正飢餓跟飢餓分開成兩隻不同的去開喔 這樣兩隻武裝都可以吃到 好 第一關這邊就帶過去沒有問題 好 第二 好 第二這邊的話呢 我們一樣開地獄家家 好 然後我們開家家的飢餓點水 然後我們開家家飢餓 好 那這邊我們等一下要去把木珠隔開來喔 好 來這邊就把木珠稍微隔開 OK 好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也可以直接帶過去沒有問題喔 好 接著第二條血的話呢 這邊就開地獄家家 然後家家飢餓點水 好 家家的飢餓 OK 好 那這邊就直接送他 好 這邊跳過去 好 接著第三 好 第三我們開機械家家 然後我們點水跟木 好 來 接著我們開家家的飢餓點水 好 開家家飢 好 那這邊我們去把兩組木石字轉到就可以了 那個上半部就不要去動到 好 上半部除非你有特殊需求啦 不然我們應該是不會去動到才對 好 那這邊兩組木石字有轉到就可以了 好 說上半部不要去動到是因為 那個右邊還有手銷全按 那剛好上半部是可以處理這一塊的 好 那這邊帶過去沒有問題 好 接著第四 好 第四這邊的話可以直接去開牌珠 那這邊我要排隊8C兩次 好 那 那 對 注意家家屬性有一消 例如說現在是水的 那水的等一下抓下來 水珠會有一消 那照理來說是給你6顆 那個屬性啊 就例如說 水珠他就是給你6顆 那你等一下抓下來 可能會變7顆 但是如果你下面這顆剛好是水 那就還是6顆 你就是要再額外找2C 那如果是7顆你就額外再找1C就可以了 好 總之這邊我們來排珠 好 水珠這邊就已經幫你佔據6C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幫你 下面再找2C就可以 好 那排珠時間其實很長喔 所以你可以好好確認一下說 是不是有轉到8C 好 那如果不是鎖定到家家的話 就真的要去轉8C囉 就不能用這種一消的方式喔 好 這邊還是 來 那對 這一次抓下來就有7顆水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 額外再找1C就好 好 這樣子 OK 算一下喔 1 2 3 4 5 6 7 然後8 OK 好 那轉隊2次他就會自己自殘死去囉 好 接著第5 好 第5這邊的話呢我們就開復銷 好 來 接著我們開地獄加加 好 然後我們開加加的飢餓點水 好 那這邊數字23要怎麼轉呢 第2直行的正中間喔 往左往上 好 這樣子就是數字23了 好 然後這個動作我們等一下要做 做4次 好 因為對面有25%盾 好 來 這邊就是地獄加加 然後加加 飢餓點水 然後轉數字23 好 這個動作就是做4次 別人就會死掉了 好 那如果說沒有死掉也沒關係 你就做第5次喔 因為 對 如果你沒有打到25%就是要再多花一回合 大概是這種概念喔 好 只是說轉錯也不用擔心啦 他如果說會追打的話 加加老師也打不死 所以還好喔 不過都有固版的 應該是不會轉錯才對 好 那這邊就是送他 看一下這一回合能不能帶走 應該是可以 除非剛剛有一回合沒打到25% 欸 還真的 超級跟 好啦 那沒關係 我們就是做第5次喔 好 OK 好 接著第二條血 這邊我們開地獄加加 他可以讓加加542345屬 好啦 接著我們開機械加加 讓我們點水跟星 好 讓我們開加加的技2點水 好 讓我們開加加的技1 好 那這邊就送他喔 OK 來 這邊就可以直接帶過去 沒問題 好 第6 好 第6這邊的話呢 一樣地獄加加 好 開那個加加技2點水 好 加加的技1 OK OK 好 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第7 好 第7這邊的話我們先偷一個回合 好 第2回的話呢 我們開機械加加 然後我們點光跟暗 好啦 接著我們開加加的技2點水 好啦 我們開加加的技1 好 這邊我們去把水珠隔開來喔 就這樣子把它隔開就可以了 好 來 這邊就可以直接帶過去 沒有問題 好 接著第2條血這邊的話呢 我們先開那個地獄加加 然後我們開加加的技2點水 好 那這一回呢 我們先不轉紅綠燈喔 先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好 那第2回的話呢 這邊我們開機械加加 然後我們點水更新 好啦 我們開加加的技2點水 然後開加加的技1 好 那這邊我們就去符合他的紅綠燈了喔 好 好 那這邊就也可以直接帶過去 沒有問題 好 接著第8 好 第8這邊我們開復銷 好 然後這邊我們開地獄加加 然後開加加技2點水 好 那這一回合我們一樣先直接送他喔 我們先處理右邊那一隻啦 然後左邊那一隻我們第2回再來處理喔 好 第2回這邊我們就開機械加加 好 然後我們點水跟火 好 然後我們開加加的技2點水 然後開加加技1 好 那這邊就是去轉2組火石制 其實這個跟剛剛的木石字有點像 那我們一樣就是上半部不要去動到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 兩組火石字確定轉到之後 這邊就送他 啊不對 上半部這邊現在可以動到了 因為右邊那隻已經被我們殺死了 所以沒有手消泉水的問題 只要轉到兩組火石字那就OK了 這邊就一樣再過去 不過應該上半部基本上還是不會動到啦 好 來接著第九 好 第九這邊我們開地獄加加 好 我們開加加的飢餓點水 好 然後開加加記憶 好 那這邊要記得喔 停在火焰地裡面 好 好 接著來到王一 好 那王一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開龍科之力 好 等一下要做的事情先跟大家講 我們反正就是要轉到五組不同的珠子 但是為什麼要塗成水火木光暗 就是為了跟圍劍的版面配合 那所以我們自己把下面塗成水火木光暗 等一下要隔開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那這邊我們就開龍科之力 然後我們就塗水火 然後木 光暗 好 這樣子就塗成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接著我們就是等時間到 好 那時間到之後呢 我們就開加加的記憶點水 好 然後我們開加加的記憶 好 然後這邊記得喔 等一下是要隔開新珠 並且不要停在黑洞地裡面喔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新珠一顆這樣拉出來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五組不同的珠子就會符合敵記憶要的喔 好 那這邊一血就也可以直接收過去 沒有問題喔 好 接著第二條血的話呢 這邊我們先開那個機械加加 然後我們點水跟心 好 然後我們開加加的記憶點水 好 來 接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喔 開加加記憶 但是開了之後 不要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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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重要 講三次喔 絕對不要動 就等時間到就好 對 時間很長喔 延長至20秒 所以這20秒你可以稍微喝個水啊 打個手機 跟朋友聊個天都可以 或者是你要滑個FB 看個IG都行 對 你看我講那麼多話 現在也才走到一半而已 所以時間很夠喔 好 那等一下時間到之後 我們要抓那個開了記憶的加加 記憶應該是左邊那一隻喔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抓開招的加加 然後我們轉水跟心加起來等於5C 你可以跟我一樣喔 水星水 星星水 那最後不要停在那個黑洞地裡面就可以 但是要注意喔 現在你抓加加的角色組 水跟心都是一小 所以你記得把版面轉好看一點點 不然他可能是沒有辦法達成敵技的要求喔 好啦 那以上這邊是加加老師過這個 月挑戰extra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 加油 謝謝大家